好,玩具TV回來了 接著一系列介紹了眼牌的變金剛 又一大堆出來了,又一水了 這次是一次過出這麼多隻? 對,這個是DELUS,這個是航行加系列 變成四隻,再加兩隻大的 就是這次的Wave,應該是第三水 其實彈的時候已經玩過他的朋友 這次出了黑色的車機紋戰士 另外就很受歡迎的黃色車,閃電光 又問,這個以前是一個很簡易變形的白色車 現在就改了很漂亮 這個就是蠍子基地的附屬機體 那個車仔,就是這個 快軌 對,衛兵快軌 它都是一個可以變成武器 或者是裝備在他們身上的一個裝備 這個其實是這樣的玩具 那它也是變成交通工具的? 對,它有一個類似蠍子的東西 當然麥加登,麥加登就是這個地球版 變成了這個地球的坦克車 對,因為我們之前介紹過 之前介紹過有一個綠色版的G2式 今次這個就是圓式,地球版的坦克車 當然還有這個就是五面怪 對,就是當年金剛大電影出現的 令人印象很深刻的角色 好像是1986年 對 對 還有一些細小的東西 稍後再介紹一下 好 事不宜遲,我們看看不同的車型 對,順著下 看看這個就是 這輛車好像不是怎樣推動的 對,不是怎樣推動的 它也叫做還原G1的造型 其實這輛車做得不錯 無論是機械人還是車 都是外形是非常精彩的 而變形都頗有趣 它跟之前綠色那輛的區別 就是那個是開了後面 這個又多了一個蓋子 對,就看看這個閃電光 閃電光就是一個類似林寶堅的物體 它沒有尾翼的 今次這個版本是沒有尾翼的 對 很多喜歡變形金剛的人 都覺得閃電光比較少產品 因為它就算是跟帽子 都比較少於拼的 所以今次有這個都頗開心 但這個其實好像是ViuJack的改模 是改了一點點 對,改了一點點 對,改了一點點 變形是差不多的 好,接著就是這個油紋 油紋就是這個白色車 它以前應該是一些迷你戰士來的 變成這麼大的白色車 今次的變化比較大 嘩,它這款車拋了沙板 這輛是改裝車 很厲害 最特別的,它的變形有很多架輪和架狗 待會玩的時候你會看到 很有趣 好,這個就是機械人的衛兵 是 快鬼 它的形象都符合它G1 當然,你跟它玩就要把殺黑巨人 待會我們就拿殺黑巨人出來一起玩 它這個灰色再撞橙色 挺搶的 是的 好,這個就是麥加燈 地球版的麥加燈 比起這個宇宙版 就是之前圍城版本 它就原備了那個坦克車的樣子 它就多了一些東西 例如是車尾這個版 讓它更完整一點 前面這個位置也是比較接近地球的看車 但是為什麼這麼有趣 它是下身有戰損 上身就好像沒有什麼塗裝 它都保持一些數碼迷彩 令到這件事沒有那麼膠 即是有些東西看 有些戰損 但是如果上工灰色做多一點應該會好 因為你現在對比之前的麥加燈 那個真的是無敵 對,那個真的好漂亮 不知道會不會地球版的麥加燈 都有這個麥加燈 這個就大家懂得多了 好,這個就是五面怪的 類似基地模式 其實它可以變成真正的五面怪 這個可能是一個處決或審判的時候 你把一個麥加燈放進這個龍裡 困住它 其實這個五面怪是否第一次出換過 其實很少的 之前是對上有SDCC的限定出過 那個還加上一些鯊魚怪 還有其他小角色 這次是出普通版的 顏色的內容也有些不同 嗯 好,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就開始變形了 好 好 那我就變了 好,我先變機敏戰士 我先變麥加燈 其實這個變形也不算太難 這些不算太難 這些其實你玩了一次 某程度上盲變也有機會 都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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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是他們創造變形金剛嗎? 是,當年是,好像是逃到星球那裏 反而他們沒有任何變形機能 有一個轉換面的機能,一會兒可以看到 官方有沒有遭到面怪後的遭遇和發展 好像都沒有什麼提及過? 沒有什麼提及過,就是當年 都是彈花一言 其實我覺得他們有很多,始終你在劇場版表演過 一來有粉絲,二來可掃性都很高 你說不拿出來玩? 至今Studio會出現86年電影版的角色 例如火棒,鋼鎖那些都會出現 但很有趣,有出在Studio那系列 這麼有趣? 不過很難猜的,坦白說 大致上就變成了麥加燈 好,來吧 平價玩具,機嫌可以交給嗎? 其實也不是平價玩具 大家玩開鞋子寶的變形金剛 不要理會是什麼class 你本身變形來說是非常愉快的感覺 你和變成超瘦機神、韋基利、尼塞亞等 完全不同的感覺 你會享受變形的 當然,現在特別是 War of Cybertron這個系列 為什麼這麼正? 一來價錢不是貴 二來都是你可以將載具形態和機械人形態 比以前的玩具來說,它真的進步了很大 所以,你怎麼擺姿勢都可以 這個麥加燈比起之前的 頭部有改毛 而且身體部份也有少量的改毛 這個頭是否大過那些? 這個麥加燈,這次的? 它是大一點 對 先撇除本身的正所謂 戰損、舊化是什麼臉子 但起碼都有做給你 起碼都有上色 不過我自己反而 這個機械人形態的麥加燈 就一般 因為之前出的麥加燈造型玩具 都真的出得很漂亮 好,暫時有三隻出現了 第四隻出來了 嘩,你想它跌也難 你自己喜歡哪一架? 我喜歡機梵戰士 因為始終它是… 其實G1我也很喜歡機梵戰士 造型 不是,車款我都比較喜歡 不過現在好像都沒有特別 有些新的別形金剛系列的動畫 自從Netflix之後都好像很靜 對,要等它第二季 即是輪到Earthrise 第二季 我喜歡的 即是圍城那套 我覺得好看 除了這個本身 阿柏文的成果之外 都是這個 還有女拳是非常精彩的 都是政治正確的動畫 今時今日的政治正確 這個東西這麼像大狂 這就是衛兵的載具形態 就是這樣 好像可以發射火箭 你說大狂窮 我真正想起大狂窮 對,像車頭一樣 跟著後面有一個按鈕 我覺得它會射出來 沒錯 這個六個輪的戰車形態 其實是很幻言 和致敬G1當年 快鬼的形狀 當年也是這樣 但這次它就強化了 還有一些不同的機能 可以變成炮 或者變成蠍子基地的矛 所以如果你想 接下來好像會出黑蠍子 那它就 另外出了一個限定 訂了金色的 這個 就是變成金矛 是的 金矛的圍兵法 那你一定要訂了一個 要不然蠍子基地就沒有東西玩了 好 到這個五面怪了 這些都說一說 我最喜歡的是基敏戰士 基敏戰士 基敏戰士都還原了G1 真的還原G1 不同的版本來說 它真的以這個 這個size 這個變形的方法 可以還原到這個地步 我覺得是非常英俊 基本上它的外形 我覺得沒有什麼挑剔 因為它真的跟著這個動物的樣子 很接近 你最記得的是槍 我最記得的是槍 我最記得的是槍 G1那時候的封面 對 封面那些東西 就跟著G1的樣子一樣 所以這個 我是挺高評價的 嗯 好了 剛剛德哥幫我攪一隻腳 我是想還原G1的樣子 哈哈哈哈 G1的樣子 就是接著 其實是攪在這裡 原本就變形了 原本是五個還是四個步驟 對 今次就變成DELUX 整件事就更漂亮了 但挺有趣的 它用了很多假的造型 例如是這個假的造型 或者這個是假的造型 其實因為那個背脊在這裡 這次它用了這些假的造型 去代替了美化 美化了 射閃光也是 射閃光也是 射閃光的胸口都是假的 所以是OK的 我想說真的 其實為什麼好像是兩種膠的顏色 是不是用兩種膠的顏色 不是 這是透明膠上白色 所以就有兩種不同顏色 這個是透明膠上白色 全個透明件 它將它簡化了變形 其實原本的車 即是叫車盆 就是像這樣 不是就是開腳 拉開手 所以是一個極大的進化 對於一個鋸仔來說 它是升級了 好 那就看到閃光了 閃光機 基本上是用ViuJack來改模 是一個偷膠地獄 對 很有趣 你看到它這次是假的 例如是這個 這隻腳 這邊也是一樣的 其實它原本的表面在這裡 變成機人之後 這裡有多一隻腳 這是其中一個假的地方 這是挺有趣的 而且它挺有趣的 就是胸口也落了一個銀底 是 變了有些紋路 變了一個情報量 看上去舒服了很多 這個改模是改得挺成功的 但唯一我比較不滿意 就是它的武器 就將背部的拋物 拿來做武器 其實有支槍會比較漂亮 變了有點折散 不過它整個外型都挺漂亮 閃光始終首輔形程度 相對性都比較高 對 它應該會有紅色 你會不會 大家等一下 好 接著到大家的五面怪 五面怪很少產品 五面怪 哇 掉了 這個底部其實是五面怪的黃座 就是它的椅子 但是如果你記得當年出面怪 你會不會買 不會 不會 它也不敢出 這些真是老餅情懷自敬 也不僅是老餅 而且是重度粉絲 就是 你會避免你面怪 即是擺出誰就知道它是誰 變形金剛不是吧 不是吧 誰不知 什麼叫Boss 這些是Boss 對 這樣就 搞定 搞定 多有趣 這個可以放在那裡放水杯 哈哈 這個可以放在那裡放水杯 不插 不插 可以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既是老打又是監獄 對 那是 挺有趣的 這盒在這裏 這個不就是那盒 哇 然後就坐在這個寶座上 這麼搞笑 那叫坐 哈哈 因為它本身是漂浮的 噢 噢 所以就坐在那裡 所以就坐在那裡 為什麼要 這個有個好玩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有機關 是要換臉的 噢 那臉是輪流在那裡 說你有罪沒有罪 有罪沒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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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真是很少產品 很少產品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電影版的 就會 可以懷舊一下 就是要重度 鐵粉 這裏真的不能離開 沒錯 這個是比較好笑的 還可以那些竹鬚 拿工具 可以拿槍 你死了嗎 但是只有一支槍 真的不夠分 最後就把這個變蜘蛛 給大家看看 到底所謂的武器模式 是怎樣 如果你說出了金色 我想那個盒子會更好 什麼叫三爬兩 什麼叫三爬兩 德國 要不要拿開兩盒 對 拿好一支沙鏡 都可以 這個時間光 已經在桌面 明白 厲害 很厲害 先讓你夾著 好 時間光已經完成了 多快 還有一支矛 可以拿到嗎 可以拿給你 他挺硬的 可以拿到嗎 不知道他沒有位置 我還沒試過 他真的給他用嗎 是給他用 先拿著 可以拿著 可以拿去 這樣就變成了 殺一個人 雖然他沒有槍 但是暫時也有一支矛 先給他用著 好 很想說 如果一支矛 這樣的話 很難有你這個攻擊性 如果黑蠍出了時就加一支金矛 就完美了 應該是非常開心的事 今集又差不多了 再說一說,還有少少的 這次有雙頭的 之前玩過的紅色,這次是紫色的 它們都可以各自 透明的感覺不錯 它們都可以變成一塊板 變成一塊板? Kill太郎比較好,變成一隻鞋子 這些板可以用在不同的基地模式 可以放在側巾,所以你不知道它有什麼用 但它可以放在側巾 可以駁得很長,不停駁 駁得很長 滑板 然後可以放在側巾的寶座上 然後可以放在側巾的寶座上 也可以放在側巾 可以趁側,這樣來玩也可以 其實我真的要買五面貨 你真的要不要離開 最後再玩幾天 好,差不多了 想不到,先看一看 有罪,沒罪,沒罪,沒罪 好,稍後見 稍後見 好,沒罪,沒罪 先看 這樣子